感謝各位麗玲 HECON PEACE 2022活動正式開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Mars 今年台灣駭客年會HECON PEACE 2022的總召集人 这也是我第三年作為核心成員 参与年會的仇办 有非常多的感想 与心得想分享给在座的大家 但最重要的是 今年是台灣駭客年會的第18年 18年 HECON從50人到數百人 從百人到破千人 影響力從台灣到日本 從台灣到亞太帝區 甚至我去美國參加資安會議的時候 也有美國人說他知道 HECON這一個資安會議 而18年 對HECON來說也是一種蛻變 今年的地點 我們首度移視到南港展覽館二館 對HECON來說是一個宣誓性意義的轉變 我們相信在此之後 資安領域在各方面的成長 它都會是爆發性的 不論是人才的供給與需求 資安新創的數量 關鍵基礎設施的防護能量 這都是我們希望能夠看到的 也希望大家能夠理解 資安不是特定人的課題 大家都要對資安 有著一定程度的認識 我們也希望讓台灣的民眾都知道 資安為什麼這麼重要 透過HECON這樣子的活動把種子散播出去 打破同溫層 得到不一樣的火化 因此18年對HECON來說 只會是另外一個起點 我們還有很多可以做 也應該做的事情 去年我們邀請到總統麗玲 給我們加油打氣 也首度舉辦了圓桌會議 會集30多位的資安領導階層 而今年我們也再次凝聚社群的力量 成功地走到了今天的HECON Peace 2022 而推演到今年 2022在COVID-19尚未完全平復的當下 世界各地的軍事衝突影響著全世界 不單單是實體的軍事衝突 從去年各種國家層級的網路間諜資訊站 也就是大家俗稱的網路站 也持續著影響著我們 而也一再地告訴我們 網路安全的重要性 而地處政治經濟情勢複雜的台灣 是我們所謂的網路站前線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更應該鏈結 產官學研 國際資安聯盟 供應鏈 企業以及民眾 關注各種形式的變化 向駭客學習 如何在危險的虛擬支援中生存 這也是我們今年的主題 Survival Guide for the Cyber War 網路站生存指南 那今年TECON有什麼呢 我們持續深化企業與社群及政府的鏈接關係 今年我們有經濟部工業局的大力支持 也與金管會 教育部 財經資訊公司等單位合作 同時我們也有數十間的資安廠商參與我們的活動 包含昨日發布B輪募資結果的最榮級贊助商TX-1 Networks 以及專注於教育推廣的奧義智慧科技 再來是天榮級的贊助商DevCore 台灣大哥大 情業重信及鴻海研究員 鑽石級的贊助商KK Company 中華資安國際 Panasonic 台灣微軟 Mosa 以及Google 而今年我們持續透過HECON Online 鏈接線上群眾 舉辦各種主題性的工作坊 邀請多個資安社群共同淬煉不同的主題The Village 以及各種的活動來讓大家互相交流 同時我們也持續鏈接亞太地區關係 今年我們也邀請到美國MITRE的首席工程師 來跟我們分享供應鏈安全 我們也有微軟總部的資安威脅研究員們 來分享他們對於烏鱷戰爭下的看法 以及各種害群行為的影響跟分析 而去年我們也首度的舉辦了遠桌閉門會議 Roundtable 匯集了台灣政府與企業的資安決策者 在會議中討論不同深度及廣度的議題 而今年我們再次擴大舉辦 針對資安長 針對智慧製造 金融三大領域 在餐桌上針對不同的議題與會貴賓進行深度的討論 期望透過這樣的場合 將台灣的資安加速推進 創造出更勝於以往的效果 而今年我們也特別邀請了三位桌長 在今天下午跟我們分享 他們在原作會議的所見所得以及一些心路歷程 相當推薦大家前往聆聽 而HICOM一直以來專注的資安攻防技術 當然也是我們的重點之一 今年邀請了多國資安人員共襄盛舉 呼應著我們CyberWorld的主題 我們有非常多篇的國家級網路戰隊的研究 而漏洞研究的方面 我們也有揭露了微軟Linux的作業系統的漏洞 以及各種重要資訊設施的漏洞分析 例如箭跑卡元件等等 而在企業方面我們也有IoT的物聯網安全 企業網域的管理 資安長的議題等等的內容 提供駭客社群與企業最頂尖的資安研究 促進台灣的資安技術發展 再來也是我們今年花費相當大人力琢磨的一塊 資安人才 在資安人才需求大於供給的狀況之下 我們希望HICOM能夠成為一個平台 一個交流平台 讓有人才需求的企業 以及對資安領域工作有興趣的夥伴們 都能夠找到它適合的機會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今年想大規模的舉辦 實體的人力政壇博覽會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我們期望透過各式人才媒合的活動 讓大家都能夠找到適合自己的職缺 最後我想說 安全的達成並非一處可及 需要我們長時間的奮鬥與開創變革 很榮幸今年的HICOM能夠匯聚 各個台灣政府與企業的資安決策者 讓大家更了解資安相關的議題 與業界遇到的難題 期許HICOM能夠持續鏈接 產官學研 讓有更多的領域的人了解到資安的重要性 把真正的駭客精神帶給所有人 打造更完整的資安產業生態系 與更安全的網路環境 這是台灣駭客年會的核心價值 也是我們不變的初衷 謝謝大家 我是Mars 非常感謝Mars的精闢引言 若要為2022年選出一個代表詞彙 Peace絕對不會是個候選 Peace除了代表西記者和平之外 也是Protect Enterprise and Citizens Ever After的簡稱 現在就讓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蔡英文總統致詞 我們台灣駭客協會翁浩正理事長 我們顧秘書長 還有我們王美花部長 還有我們政府團隊的同仁 還有我們吳正宗主委 所有台灣駭客年會的夥伴們 大家好 大家辛苦了 今天的會恐怕對很多在座來講 是比較早了一點 今年的台灣駭客年會 已經邁入第十八屆 經過這些年的努力和累積 現在不只是台灣最大的駭客社群 跟資安技術的研討會 也已經成為亞洲地區知名的 駭客年度盛會 從近期的國際情勢發展來觀察 我們可以看到 網路攻擊跟資訊戰爭 已經是國際衝突當中 最關鍵的攻防領域之一 而且持續地不斷進行 從烏爾戰爭以來 我們看到威權勢力的擴張 除了實體軍事行動 更會結合錯假訊息 以混合戰的方式來混淆民眾的事情 藉此進行認知作戰 這一陣子中國持續 進行長時間的軍演 同樣的網攻混合戰模式 也在台灣上演 這些現象都指出 國際上複雜多變的資安威脅 已經是無所不在 如何因應不同的資安漏洞 提升我們資安防禦及應變的能力 持續強化國家資安的聯防體系 確保國家的穩定跟發展 是我們目前首要的任務之一 今年年會的核心精神是Hikon Peace 這個Peace的意思就是 Protect Enterprise and Citizens Ever After 也呼應了這個重要的期待 我也注意到今年的年會主題 網路戰的生存指南 我非常期待 透過Hikon社群的文化及能量 再加上產官學 不同領域的激盪和對話 可以共同針對當下的挑戰 思索出更有效率 更完整的攻防因應模式 我一上任開始就曾經提出 資安及國安的戰略概念 這幾年來我們也透過許多的努力 持續的強化國家成績的資訊安全 2018年我們通過資訊安全管理法 透過法規要求政府機關 跟關鍵基礎設施 率先導入資安的防護 我們的數位發展部 也即將在這個月底正式成立 未來會由數位發展部主導及統合 進一步強化提升國家資通安全的能力 在產業方面 我們會持續地落實資安 跟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未來台灣會和共享民主價值的國際盟友 一起打造更具有韌性 也更安全的供應鏈 最後 面對未來持續的資安 威脅以及網路攻擊 我們希望全民都能夠共同強化 對錯假訊息的辨識能力 並且阻斷錯假訊息的散佈 我相信 藉重不同領域的資安人才 和政府共同協力 即使廣益 實作更多不同的模擬演練 以及因應方式 我們就能夠一起強化 國家整體的韌性 我要預祝這次大會順利 成功也希望大家都有滿滿的收穫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總統的勉勵 請總統留步 接下來有請台灣駭客協會理事長 溫浩正 以及HECON PEACE 2022總部招 鄭仲倫 延詢上台與蔡總統合影 那因為我們要拍兩張 那請貴賓看向我們的主攝 好 第一張 3 2 1 好 那第二張 3 2 1 好 謝謝 那 接下來 接下來 第二梯次 我們有請 國安會 顧立雄顧秘書長 國安會 李漢銘 李滋偉 中研院 李德財 李院士 經濟部 王美花 王部長 國科會 吳正宗 吳主委 國發會 高先貴 高副主委 教育部 資科司 李政宣 李司長 經濟部 工業局 吳正華 吳局長 國發基金 蔡 蔡富 直密 國科會 科技辦 李玉傑 李富 直密 TS1 Network 劉榮泰 劉執行長 奧義智慧科技 邱明章 邱創辦人 台灣駭客協會 王仁甫 王理事 一同上台與蔡總統合影 好 請台上歸賓 一樣看一下我們的主攝 那我們一樣會拍兩張 好 第一張 3 2 1 好 奶蠻第二張 3 2 1 謝謝總統及各位貴賓 現在 就要讓我們再次以熱烈的掌聲 恭送蔡英文總統及貴賓臨場 好 也請各位貴賓入座 好 各位可以再次熱烈的掌聲 感謝各位波控蒂臨的貴賓 好 各位好 我是HitCon 的副招集人 Danny 接下來由我和各位介紹一下 年會這兩天的精彩活動 以及各式議程 回應剛剛Mars說的 18年我們從讀書會 研討會 百人 千人 走到今天 Round table這件事情 我們的人從 只是一群志同大法人聚在一起 然後走到 成為現在可能是政府單位 可能是公司高層 管理人 一起決策這重要的事情 社群的影響力 比我們當初想像的還要來得大 而且資產也比我們想像來得重要 去年的Round table 我們聽到很多的回饋 然後大家會說 到底Round table和我有什麼關係 各位可能還只是研究員 然後沒有參與到太多決策的這些事情 那這些在Round table裡面的會議的人們 他們討論完的東西也沒有跟我們分享 那這一年你們的聲音我們聽到了 Round table我們出了一些題目 讓他們去討論 然後呢 題目都在我們的議程表上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今天下午的355分 會有三位桌長在R1 把分享的結果 他們討論的內容 和我們做一些初步的分享 然後讓我們知道到底討論什麼東西 告訴我們一些什麼重要的事情 那在開始接下來的簡介之前 和各位說一下 我們在年會的過程當中 都有開設年會共筆 大家可以打開年會共筆的網址 在你們的新前信 在網站上都會有年會共筆的網址 可以打開年會共筆 把講者透過口頭描述的一些關鍵資訊寫下來 讓彼此可以看到 這個年會共同的筆記 那上面也有slido的提問 如果你對於議程中有任何問題 講者也會透過slido去回答你的任何疑問 對 所以請把握這個機會 去和講者互動 把你想要問的問題在上面提出來 HeatCount也有很多的social media Facebook Instagram Twitter 我們都有開例 那大家可以去follow一下 這些社群媒體平台 在這兩天你在會場外面 會場外面的各式拍照 也可以努力發在社群媒體上 讓大家知道你有來參與 HeatCount Peace 2022 那當然我們還是有 Telegram和IRC 大家可以打開來 Telegram IRC 上去和參與的人 有更多的交流和不同的互動 對 然後年會後的紀錄呢 在YouTube和Flickr也都會有 所以不要錯過這些和大家互動的管道 Keynote Keynote 我們會有 Microsoft Threat Intelligence Center 以及MITAR 帶來的精彩的分享 那接著就是在我這場開幕之後 接著連續就會出現 由這兩位帶來的 這兩個組織帶來的分享 議程的部分 我們有很多 新隱性的漏洞研究的 技術分享都在這個地方 那這些都是付費票的各位 你可以聽得到的內容 對 付費的 線上票 實體票 你都可以聽到這些精彩的分享 所以千萬不要錯過 接下來這些很深入的 各式的技術分享內容 今年我們還是有Lighting Talk Lighting Talk的時間 會是在第二天的下午3點15分 每一場有五分鐘的時間 然後只有八個名額 如果你有任何的資產相關技術 想要和大家分享 那請不要錯過這個機會 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去報名Lighting Talk 今年的Lighting Talk 在哪報名 外面有一塊移動式的大白板 它在哪裡 其實我也不知道 你有看到它上面 就是畫著一個威力 然後問你說白板在哪裡 它在哪裡 我也不知道 你看到這塊白板 你可以推它一把 把它送去你想要的地方 對 那要報名的人 記得要找到這塊白板 去報名 Lighting Talk 2021年的籌備 對 2021我們籌備了一整年 那這一整年 如果你有關注 我們在前面的籌備過程當中 我們在延期之前 其實決定辦在萬華 車站的一個公共飯店 那時候我們就曾經開玩笑 一件事情 我們都辦在這種人口匯跡之處了 我們終於從 有點 離大家有點遠的中文院 到了這種鬧區 到了三鐵勾勾的地方 那我們能不能 把HECON變成能夠讓大眾參與的一場活動呢 今年我們實現了這個願望 我們今年開了一個免費票 讓大家可以更貼近資訊安全這件事情 而不是只是單純的從媒體 或是單純網路上的片面資訊 你可以來這裡和大家接觸 和很多資深的資安研究員 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動 免費票 以下的內容都是免費票 你可以參與的東西 免費票 你可以參與Workshop Workshop 是我們設計很入門的 各種帶你手把手 踏入資訊安全領域的活動 各位可以在網站上 已經有公布七場的Workshop議題 那這七場的Workshop內容 在哪裡可以參加 我們的場地圖有點複雜 所以我這邊特別幫大家highlight 在我們場地圖 也就是早上各位報到的那個地方 下半部的右邊這邊 有一個Workshop的房間 不要錯過那些精彩的Workshop的 手把手入門教學 都會在這裡進行 請不要錯過這個Workshop的機會 接著有Bounty House 我們在會場裡面 都是上百人的空間 那如果每一廳 我們只限制15個人 我們是不是可以來分享一些 有趣的小小八卦 然後有趣的秘星呢 好,Bounty House 總共一場的限制只有15個人 每一場的五分鐘前會開放入場 議程也沒有公開在網站上 它只有公告在Bounty House 那間會議室的外面 Bounty House的位置 一樣的 在這個會場地圖的下半部 的這個位置 請去記得有空去看一下 Bounty House在哪一個時段 有哪些有趣的議程 OK,不要錯過 這只有15個名額 只有15個名額 請提早去排隊 好 資安沙龍在去年 得到了不錯的迴響 有別於議程 是比較新隱性 然後比較跳脫 比較新隱的漏洞研究 資安沙龍是一些 比較貼近大家生活 然後比較和大家 相對容易接觸到的 一些資安技術 在8月20號下午 有三場的機會 有幾場的分享 會有資安沙龍的分享 在這個地方 我們的Village的那個 演講空間 在Village那邊 攤位區的演講空間 會有這些精彩的分享 那大家可以去 多看看 了解這些東西 好,剛剛提到Village Village我們也邀請了很多 資安社群的夥伴們 然後擺攤位 讓大家可以進一步的 和他們接觸 交流 去分享彼此的新知識 對,所以不要錯過 我們邀請了十來個社群 非常非常多 我自己也沒有名單 好,總之 大家可以好好去和這些社群 好好地交流和互動 那Village的位置就是 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好,那剛剛有提到 資安沙龍的舞台 其實也是開放大家去參與的 如果你有東西想要和大家分享 你也可以去到 這一個Village的左下角 有個C1的服務台 請去C1服務台登記 你就可以上去這個舞台 和大家分享你想分享哪個東西 不要錯過這個機會 好,那餐位這麼多 總要送給大家一些精美的紀念品嘛 前五名完成大會 大地遊戲的 你可以有精美的紀念品 OK,所以千萬不要錯過 如何開始這個遊戲 也是一樣 到C1的大會服務台 而不是 活動組服務台 完成 拿到你的那個大地遊戲 開始的票卡 對,請記得去C1的活動組服務台 領取大地遊戲的票卡 開始進行大地遊戲這項活動 那當然上面可能有部分的獎賞 是免費票沒有的權益 可是你還是可以參與這些活動 好,接著 一目了然 各位在入場的時候應該就看到有很多的攤位 我們有很多的贊助夥伴 來幫助我們完成這一次的活動 一目了然 在今天下午三點 會有在 人才招募的攤位區 人才博覽會的舞台位置 有 我們的贊助商和大家分享他們公司內的職缺 以及他們在做一些事情 對,所以如果你正在找職缺 然後想要換個工作 不要錯過這個機會 你可以去那個位置 聽聽這些公司到底在做些什麼 他們開了哪些缺 不要錯過這個機會 除了我們的贊助商有開缺 Uraitor這次也和我們合作 就是我們都開放給大眾參與了嘛 我們總希望把這樣的人才機會 你可能本來只是工程師 可是你對資安有一些些的興趣 你是不是可以轉職到資安這個領域 你可不可以嘗試一些資安的工作呢 Uraitor和我們這次合作找了很多很多的企業 他們把他們所需要的人才缺 全部都開出來在這裡 然後也在這邊派出了 不管RD HR等等的 都和各位可以當面的互動 介紹他們公司在做的事情 那所以不要錯過這個機會 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力真材攤位 都在外面那個地方 你可以好好去逛一逛 看一看有哪些內容 好,那當然我們還是要感謝一下 我們的贊助商們 延續著接著 荊棘、博歐科技、林靜、樂天集團 Tenable 資安主要中心規劃建制計畫 台灣資安駐造公司 銀集 TWCCC IPIP.NET 104人力銀行 D Corp智慧科技 以及特殊集 TX1 Networks DevCore 樂天集團 還有我們的合作夥伴 最後一部先進資通安全人 安全食物人才培育計畫 聯發科技 以及HackMD 那各位手上應該都已經拿到 我們精美的營兵袋 對吧 有吧 那上面有很豐富的內容 內容物 也有我們很多贊助商的贈品 OK 那除了這些以外 也不要忘記 在各位報到的那個位置 服務台附近 有我們的記憶面品販售的地方 那邊有紀念品販售區域 都來了 不要錯過這些精美的紀念品 下面那個是頭巾 對它不是一塊漂亮的桌布而已 它是一個頭巾 它是具有實用價值的 然後上面那兩張 你看到那個3D 精美的莉莉浮雕 對它真的是浮雕 它是紀念票卡 它是可以用的一卡通 對所以不要錯過 它很漂亮 它真的我也很想自己帶一張回家 所以在紀念品專區 有這幾個品項在販售 除此之外 還有我們的無線充電板 對 無線充電板 也是各位可以購入的選項之一 好 那剛剛講那麼多 都是實體參與有的活動 線上的人怎麼辦呢 我們有請 總酬組的顧問 John 來為我們介紹一些線上的活動 好 好 那我是總酬組的顧問John 那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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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官網 那在我們官網上面的話 就會看到有這個活動的部分 你可以點活動 那我們所有的活動 所有線上的活動呢 都透過官網 這邊各個活動的下面的連結 你就會登入我們這個活動 所以像例如說 你要去HeakOnline的話 你在活動這邊點這個 有此去這個紅色的按鈕 那你就會登入我們的HeakOnline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今年的線上活動的話 主要來說有三個 那 第一個的話 就是我們的HeakOnline 那這個HeakOnline的話 跟就是延續去年 是一個我們線上的會場 那當然它最基本的功能 就是說可以讓大家交流 那再來的話 那如果你是有付費的 與會者的話呢 你也可以從我們這個 HeakOnline去 觀看我們的議程直播 所以如果官網的議程直播 如果有遇到任何問題的話 你也可以嘗試使用 HeakOnline 那再來的話呢 跟去年一樣 就是說我們會有一些 這個 資安的這個解謎的小遊戲 那這個部分我們先 就是預告一下 那個你在這些遊戲裡面 你解到 解的過程中 你會拿到Rootshow 那在HeakOn拿個Rootshow 應該是很正常的事情 對那歡迎rm-rf-root這樣子 嗯 好 那 另外今年的一個特點說 我們今年已經 在這個HeakOnline 加入一部分的 手機版的支援 所以有一部分的功能 你也可以用這個 手機版來參與 那主要來說的話還是 就是如果你有電腦的話 還是建議用電腦使用這樣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們有 看一下 我們有這個Walk Game 那有建於這近幾年 這個區塊鏈的崛起嘛 那我們今年就是在這個區塊鏈 以太幣的測試鏈上面 我們部署了一些就是 智能合約的挑戰題目 那 就是說大家可以 我們有完整的教學 所以就算你對以太幣的智慧合約不是很熟 那你也可以就是說 透過我們這個活動入門 那 再來的話就是 我們有煉骨的活動 那這也是從去年 就有的活動 那這個活動的話就是我們提供一些伺服器 那讓大家來模擬 就是像駭客入侵電腦一樣 那去享受一個爭奪肉機的快感 那今年的話跟去年的話 我們今年有一些新的遊戲規則 不會像去年一樣說 就是瘋狂的送SigQ 就可以有一定的成果 那今年的話我們會在裡面買了一些服務 那不可以把它給關掉 那這些服務裡面也可以買一些後門 那我們也有一些新的不同的入侵的模式 對 所以 再來的話就是說我們有這個網路的塗鴉牆 那網路塗鴉牆就是說 你在入侵這台伺服器之後呢 你可以任意的去改這個塗鴉牆上面的內容 所以 各位開的時候就可能要小心一點 因為它上面JavaScript是 你可以任意 就是 其他語彙者是可以任意放JavaScript在裡面的 對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個 線上活動的部分 那接下來再交還給副招丹丹 好 我們謝謝John 好 剛剛講了很多 有趣的攻擊手段 那NaruShow這件事情 你可以做 但是請在我們允許的範圍裡面做 不要玩過頭啊 對 那當然還是要有些注意事項 要和各位提醒一下 在我們會議進行的過程當中 請務必全程佩戴口罩 OK 請務必全程佩戴口罩 除了在飲食的時段 你可以拿下來吃東西以外 請全程佩戴的口罩 還有 在你身上的識別症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項證件 你在進入每一個門 都會憑著這個識別症 請把它放在你的顯眼處 就是掛在你身上的顯眼處 你如果掛在腰間 然後被衣服蓋住等等的 可能會造成我們的人員 判讀上的困擾 對 所以可以的話 請把它帶在顯眼處 讓大家可以看到 你是屬於什麼身份 是不是可以進入這個場域 好 那我們會場 並沒有提供無線網路 我們會場沒有提供網路 對 那如果你要打開分享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干擾 對 所以就盡可能 我相信大家都有4G四道寶 你就使用你的4G四道寶 然後可以接著現實用 會是比較穩定 比較安全的 好 那大會過程中 是全程禁止錄音錄影 全程是禁止錄音錄影 除了剛剛咱們總統的這一段 對 接下來的議程內容 都是禁止錄音錄影 我們有我們的工作人員 會進行攝影 那如果你不想入鏡的話 請記得去服務台 換黃色的識別鏡神 我們的工作人員就會知道 你不想入鏡 你不想被拍到 那就會刻意地避開你 你就不會成為那個主要的主體 所以如果你不想入鏡 請記得去換這個鏡神 那當然最重要的 請各位還是要遵守 大會的行為準則 對 我們還是有COC 在網站上的會場地圖的下面 那邊有一段COC的描述 那當然相信各位應該是 都沒有問題啦 對 就是還是要遵守我們的COC 好 那我的介紹大概就到這邊 接下來的時間 就交由第一場 Keynote的主持人 GD 謝謝 我是副招 Danny 謝謝 謝謝 有ientos 謝謝